元旦廉假过后 花莲施工所一大早就来做消毒防疫的工作 我们也动员清洁队一个小队 六个人力的部分 分别在花莲的前站后站 那花莲火车站周遭 跟我们的金三角周遭 来做相关的清洁跟消毒 花莲一直是旅客爱来游玩的地方 每到假期都会涌进大批人潮 因此全线防疫消毒工作 持续不敢松懈 周休的廉假 还有一般的廉假的话 假如说天数多 游客涌入的数量也比较多的时候 我们就会进行做喷药 防疫消毒大队规划 共93处执行防疫消毒作业 喷药重点在民众使用的公共空间 确保环境安全 提供大家安心的场所 大爱新闻林斯文翁国家花莲报导